素食主义 判别一个人淨化或者污染 并不是以他吃什么来决定的 在《阿玛格达经》中 佛陀说 食欲 断食 裸体 光头 逢头乱法 安装 粗糙皮肤 拜火 尽此誓忏悔 畅赞美诗 奉献 祭祀 举行节兴 以上种种都不能够使人克服疑难 而成就正化 食鱼食肉并不会使人变得不正 一个人的不正是由于环固 欺诈 扼慢 贡高 和其他种种邪恶的意图 透过他本身错误的思想和行为 他使自己变成不正 佛教中没有严格的条文 指出佛弟子不应该吃鱼肉 佛陀只是忠告他们 不要有意地杀害 和不应该要求他人为他杀害任何生命 话说回来 那些食素 严不食分的人 还是值得赞扬的 虽然佛陀 都没有为比丘门提倡素食 但是他说有十种肉 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要禁 人肉是严格禁止的 这一个是等同犯了道慕罪 杖肉和马肉都是禁止的 因为他们是国王的象征 狗肉也都禁止 因为人们会感到呕心 蛇肉也都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禁止 住在森林里面的人 特别要禁食蛇肉 狮子肉 老虎肉 豹肉 红肉 狼的肉 因为食了这些肉 会容易遭到这些动物的攻击 这些动物 能够在人的身上 闻到他们自己的气味 如果比丘食了这些肉 就会受到攻击 因此 食这些肉是错误的 以上是律葬中的话语 当佛陀弟子提婆达多 请佛陀为比丘门 讲解素食的时候 佛陀拒绝了 因为佛教是一个自由的宗教 他劝告他们要不要食素 是除他们自己的方便 这个是明白地表示 佛陀并不认为 这个是很重要的宗教界条 对于在家的信众 佛陀在他的教义中 不曾提到过任何有关 非素食不可的事 是一位医生 他与佛陀讨论这个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 说 世尊 我听讲 为了隐居的乔坛摩 动物受到屠杀 乔坛摩知道 食的肉是为他而杀的 世尊 这些动物遭到屠杀的目的 是为了隐居的乔坛摩 而乔坛摩知道 所食的肉是为他而杀的 他们是否错误地责难佛陀呢 或者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呢 那你自己说的 和后来补充的说话 不是就被人搏斥了吗 Jivarka 他们说 动物被杀是因为隐居的乔坛摩 或者乔坛摩知道食的肉是为了他 不要说我们这样宣称的 也不要说他们是错误地飞难我 Jivarka 我是说 假使比丘见到 听到 或者怀疑那些肉是为了比丘而杀的 这样比丘就不应该吃 有一种情形 我是允许比丘吃肉的 假使比丘没有看到 听到 怀疑那些肉是为了比丘而杀的话 以上是Jivarka经语 在某些国家 大乘佛教的教徒们 是严格的素食者 当我们以宗教之名 清讲他们素食的时候 我们愿意指出 他们不应该飞难那些不食素的人 他们必须记得 在原始佛教的戒律里面 并未要求所有的佛教徒要素食 我们了解佛教讲中道 是自由的宗教 佛陀忠谷修持佛法 不需要走极端 单靠素食主义 并不能够帮助人 培养人品 因为在素食者当中 照样有残酷 不道德的人 而肉食者 也都有人词 是謙信和有礼貌的宗教人士 所以 我们不能够说 一个纯正的宗教人士 必须修持素食 另一方面 假使有人以为 人们不吃鱼肉 就会失去健康的生活 这样想 未必正确 因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素食者 他们的身体比肉食者还要健壮